我從來不讓人擔心 我心裡一直看齊人的天空 心想透露我 明天的影響 台北小巨蛋我那種摔下去之後 我在我零點幾秒那一瞬間 我告訴我自己 我說那如果我既然站不起來 我還是坐著我也會把這場演唱會唱完 然後我又拿著麥克風還繼續唱 我在唱那一瞬間其實就想告訴大家 就是我沒事就等我一下下 但是我那時候還蠻複雜 因為我的淚點已經到這了 你知道就是全身五臟六肺都在痛 小巨蛋結束完之後 我還是有幾個月的時間 一直在工作 那個工作的那個階段我很痛苦 因為我尾椎骨摔變形 所以我坐立就很難 然後我的尾椎骨一變天的時候 它會很痠痛那樣子 所以我那一刻我覺得說 我想要休息 在去年的時候 大概給自己修了大概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那三四個月沒有太多的工作 所以那個時候去了趟紐約 然後去進修 去上聲樂課跟舞蹈課 然後就出去走走 那一次出去走走是 重新又當回了學生的時代 然後去住學生公寓 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生活 去感受 剛好有一些櫻花開 那邊真的很美 然後有很多的草地上 有些小松鼠啊那些 坐在草地上曬曬太陽 然後在河邊然後坐坐 然後感受當下的氣氛這樣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多一點時間 然後讓自己要這樣休息 就休息到一定的那個時間的時候 就開始覺得 都沒有工作 也會緊張 然後剛好也很機緣巧合 然後又碰到了蒙面歌王 那個節目組 因為蒙面歌王那時候 就是有大家歌手都要戴面具 然後那導演說一句說 你怕嗎 我說我不怕 我沒什麼好怕的 然後我就在眼神 然後在他聊天的時候 他說其實你怕 你什麼都怕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要去挑戰一下自己 蒙面歌王最大的收穫 我覺得就是敢於去表現自己 就是把最內心的那一面 然後彈開來 然後就是不用顧忌的去表現 因為以前你知道就是做藝人 可能大家還是要漂亮的 美美的 然後就是他好像是叮噹 或者 可是黑天鵝 黑天鵝誰誰知道是誰啊 所以你看我一些眼神 跟我的一些肢體那種手 那種邪惡那些表現的時候 其實是蠻有趣的耶 那是我以前沒有過 我自己在回看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就是 那時候的表演 我怎麼會可以讓我 就是長牙舞爪 就是內心是有那一面 只是沒有敢於有一個契機 讓我去表現 所以我覺得剛好 蒙面歌王有一個這樣的舞台 讓我去可以呈現 比較自己個性 比較狂野的那個面貌 是讓我去看 而且是有一個契機 我也要去看 那麼多的 會讓我去看 那裡的獅子